好 那时间轴其实你可以上网去抓 那个别人已经写好的时间轴 来去呈现 像我这边我已经提供给你了一个监测 监测 所以你看我做一下就好了 你不用做 请问你这边这个应该是看不出 应该你已经有这个了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请你这个地方空出来 空出来 然后请点它 这个时间轴 而且2.4.0 好请点它 然后把它放大 然后接下来呢 请选进口日期2 放在时间 这里 它就变成一格一格一格 你看现在预设是不是月 月 月 所以事实上我这个gauge也只能用月来去来去绘制 不可以用年 不可以用周 也不可以用日 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进口日期的时间吗 它其实很长 它从2011年开始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知道那么后面 那么前面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把那个 例如说这个时间轴我只要从2018年之后就好了 所以去做筛选 这个进口日期2 请筛选 筛选这个进口日期2 然后请改成进阶 进阶麻烦请选择多少 进阶 进阶 进阶麻烦请选择这个之后 然后请输入2018年的12月31号 然后套用 它这样就会少很多了 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看 2020年1月 有看到吗 然后点2月 2月 虽然它不高23个百万 但是它这时候 它已经有成长了 成长变成什么 变成48.9 好 3月呢 有看到吗 可是它这时候跟去年同期的比较没有那么高 它只有成长一点点 好 4月 5月 反正就是2020年 它都还是维持在目标以下 然后到了2021年的1月 有没有看到超过了 超过了 对吧 2月 没有超过 3月 哇 超过还破表 可以吗 所以等一下我要去改颜色 改量测剂的颜色 请问这样子做监控的一个食物应用 它真的有存在的价值 你们应该也可以 我们都能够做监控的 我们都能够做监控的 像个